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听 听医生说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丹英兴医师 共同的朋友 我们今天要采访的林根新医师 林根新医师是一个精神科的医生 但是他很另类 比一般的精神科医师 更关心社会 也很多社会的产物 林医师你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 林医师你现在是开业 我差不多十年前出来开业 十年前 我们古早精神科医师 开业比较少 都在大便宜里面的服务 对 你十年前我们想到要出来开业 因为我本来到要在公家最后的单位 是做社区精神科主任 但是我发现 我们社区也是在大便宜里面在做 对 所以我们都做这种款 都叫人社区要注意 一个月去看人一边 我觉得那不是真正的社区 我们那是从医院延伸出去社区 不是真正从社区生根去出来 你那时候社区精神科主任是凯旋医院 对 那时候我在做营地 对 营地有给我教很多 不过我真正英文的记忆 因为营地有给你说 做精神科这科 就是不讲什么要继续做 对了 这句话我几十年我都记得着 谢谢你 实在说我们这个林医师 是那时候开学很幼稚的 很年轻的一个医生 他很有勇气 以前尤其像我这两年纪 打做精神科的时候 台湾的精神科医师很少 对 所以那时候几乎都在大医院里面在服务 不是医学中心就是公立病院 去辜民的病院就很少 又何况要自己开学会更少 是 你意思是你开学到现在多久 十年 你现在诊所叫什么名字 更新疗愈诊所 疗愈 这名字也很特殊 这有一个故事 那时候我给卫生局申请 他说疗愈这两年 涉及不识广告 疗愈就是表示要预得好 我当时我感觉我疗愈是疗愈 疗愈不一定好 我尽量 对对对 所以我那时候 卫生局咬闻绝置 他咬闻绝置 所以我刚才去问 以前的卫生署 我说这有设计不识广告 他说没了没了 这一年喝了不错 我刚才跟市政府 跟卫生局说 他就说好 这样就可以 这真是不识 你怎么想着 要用疗愈这种事 因为我觉得我们在治疗 有时候看到的 都说症状 所以说 要接下去 看得好不好 所以几乎 老实说高生以前 都会做这个事情 症状改善 症状改善 但我觉得症状改善 没关系这么多 对 症状改善 这人不好 对 你按他的心 按他的想法 去改善 甚至他可以 不用吃药 所以我那时候 我自己的精神 药开到焦 给人控育 同学给人控育 说你的药开这么多 那我们是要怎么 从哪里 从哪里 减肥教的比较 因为我大部分的病 都一一粒 都吃一粒 的药 还是两粒 一粒最多 这很特殊 我们现在 普通 去看朋友 青菜五六条 很普通的事情 对 你 这样是 患者接受度 什么样 所以我们 要做很多的 卫教 我来很多 很多的卫教 我都跟他说 药物只是 刚开始在帮忙 其实药物很重要 我们都是医生 药物是 刚开始很重要 但是你 如果只想说 药物会解释你的问题 这样是不够的 所以我都会一直 跟他说这些事情 我已经了解 你都会改变他的生活形态 当然 当然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 你们一定看很多 失眠的犯假 对啊 对啊 失眠 台湯医生 就会睡一个腰 开给他 就会睡就好了 对对对 没去想说 是怎么怎么睡不去 是 这是我们很重要 你都在努力 这些 我当然了 因为有的人 是sleep pattern的问题 就是说 你是都在睡 晚上睡不去 你如果没有问 你如果假的问 他一定会跟你说 我晚上都没睡 但是 因为他这些人 你是都在睡 所以我们还改变 他的习惯 对啊 到底做什么 教授 对啊 他的生活形态 对啊 有什么 你不好的习惯 是 所以你如果要生活颠导 要说你晚上也不会睡 是啊 你这样是你的诊所 除了你医生本人 你有其他 给你帮忙做卫教的 还是说 有啊 有啊 你怎么有用 有啊 我们的初诊 基本上是用心理师 你有心理师在问诊 我有 我有差不多七八的心理师 七八的心理师哦 有啊 你现在几个超过的习惯 我的习惯没多少 因为我们不是走量的 因为我的习惯比较特殊 我的习惯不是说都要来领 我很多习惯比较开二八天 我平均的日数都是大概十天左右 很多心理治疗 有有有 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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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初诊 我们进来到出来 才要点半仗 有 所以这样 你让别人很多时间的就对了 是 我们的初诊 问诊 就像我们那时候在便宜 在问诊 比如说 便宜三十十分钟 对啊 我就是 我们的 心理师 先做问诊 那问诊 差不多半点钟 OK 然后进来看 比较简单的 差不多一二十分嘛 然后 出力后 因为 当开始可能会开一关 一点油 OK 我们就会做味教 OK 所以我们 还有一关最好是味教 味教后才会回到 所以差不多都要点半仗了 所以这个服务是很深入的 算是很高品质的服务 所以我们的人数没有太多了 这样是 健保没法支付那么多费用 没有啊 没有嘛 没有啊 也是一百 一百五 又去找出家 有人说 你别跟他看那么久了 你看到那么近了 有人说 快去腰就好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后来 我们这一群人会变少 我们就是那种 真正想要改善自己的 所以我们有很多 achievements 是在这边达成的 因为这个人 人生 他有想要改变 对对对 还是说 要了解 他自己的问题 这种人来找人 较有意思 对对对 对不对 这也是 很另类的一个 开业的医生 但这没贪钱 没贪钱 你是对比较的 我保姨比较吗 保姨 保姨 你几年 大家比较 我是22年 所以是77年 78 1989 1989 差不多一阵 71年入学 那阵我怎么在保姨在教 我好像 运长不要在保姨教过 但是那阵我好像出来了 你们出来了 你们比较吧 那阵在 院长在教精神科 你有做过主任吗 对 我也在北医做过精神科主任 对对对 我有教过蔡尚银 我同学啊 这样你就有帮我教过了 蔡尚银我有教过了 真的吗 对啊 那我教过了 他现在是教授啊 这个也很冷 这个后来他做保姨主任 他做到本院长 对对对 蔡尚银 还有一个 去国泰医院做精神科 陈国华是吧还是什么 陈国华后来水彩的那个嘛 对对对对 那个不是北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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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一直问准他北医的 你北医比较之后 你精神科在哪里分裂 我在开船 其实我一阵在 马甲实施啦 马甲那一阵最好 都是小药科跟妇产科嘛 OK 对 那时候其实我在妇科 妇产科 因为我比较认真 然后是说 我比较有幸福 所以 我在那一阵里 我印象很深刻的 对 对厨师生得赤五 那一阵马甲 一阵生九百的 一阵生三十的 所以我生得很有心得 所以 本来有时候要做妇产科 本来我就是要做妇产科 那还有我想做整形外科 因为我知道这永远不会有健保 后来我就去当兵啊 我去做兵 我去做兵 我去做兵那时候我就 大家都英英了 我们在基督 都等着看火纪六月 等两年也没有了 所以你做兵军 你配合基督 你配合基督 我每天在那里坐车 车里想说 到底要做什么 因为 其实我已经准备好了 帖五就要回去马街 那因为我的家在高雄 你住在高雄 那时候我就想一想 我就开始想说 福利 未来台湾 大家没可能 不要生日子 民国七十八年 七九八年 你算有先见之明 那时候你看你妈跟她 孩子还生那些标识 那时候 生日率又很高 那时候真的很高 当然现在都没人来生日子 现在最厉害的都可能 那个成上人啊 那个博人医院 三四百年 那就算过了 差不多 对啦 但是那时候比起来 也差很多 差很多 那一直在三十年啊 对 我以前在圣母医院 做个营店 我们的妇产科 以前也是 一九月五六百年在生 对啊 但是到我现在来 一九月差不多一百年没了 对啊 差不多啊 这就是教会医院 以前都妇产科很好啦 很多人哦 生孩子要来教会医院 是啊 有更新鲜 是啊 所以我一阵 你怎么会那么厉害 你那阵差不多 做兵的时候差不多 七十八年到八十年 是啊 四十年前你就看得出来说 台湾生日率的感觉啊 对啊 我认为 后面那些人可能没什么想要生孩子 你那阵的做兵 你怎么会去想这个事情 因为 而且我 我看这一些老师 那时候VS 他们都住在马街旁边 OK 对 啊 拨妹子 就丢了就丢了就丢了 丢了就丢了 所以我最小的说好 整个人都不用睡 做这种工作 一死人嘛 艰苦 很厉害的 对 所以后来 也不想要做什么 后来我想要整形外科 因为整形外科永远不会有健保 对 这喝探机 也入门 可是 我这个人不是很爱钱啦 我对钱没什么概念 OK 所以 搞不好因缘忌惠 人家说 我回来科永有一个针匙 有一边很多 人生很多奇妙的际遇 对 就是那里我本来有事 我爸说 我们有一个朋友 他在做精神科 我刚才没在乎说没来好 去 其实你知道吗 我们以前北一都在北四寮实习 就是松德 我就是北四寮出来了 对 我以前连参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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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 所以你没去到四寮就对了 我有去 但是见识 实习我都没去 做英诚没去 而且我去那里很震怒 为什么 因为我去第一个Case是一个扒诺语 就是那种 Dillusion disorder 我去他配鞋 我都用真 他说的都逻辑的就对了 对对 都现实嘛 他不是他都不可以而已 他自己推你 对对对 所以我记得那一阵 苏联文是我的 苏联文医师 他教我 我跟他说 好 这真的 你一定要相信 叫他把苏联文买到 精神病人有的也很聰明 没在乱 他就很 很现实是 那些人就说的 所以你一阵实习 是觉得这块吃 吃得不好玩就对了 对啊 感觉很辛苦 你说 你妈妈带你去高雄 找这个精神科 那后 回来后 他就跟我说 其实我想想的 后来我又回去当兵了 当兵就要 每天在跑到那边 想说以后要做什么 我想想 我想到他说 这个国家 不放弃精神医疗 我当时是这样想 后来我发现他也放弃了 就是 因为台湾的 政府过去 对精神医疗 也没很重视 对啊 我想未来的社会发展 会进入比较 福利国家 会比较重视 会比较重视这一刻 而且精神病患 会造成社会的问题 所以这个政府 应该不会放弃他 所以你认为 还有空间 还有空间可以发展 你们爸爸和医生 我们爸爸不是医生 你那时候看 那个精神高的前辈是什么 好像是一个高一 现在好像也没记住 我没记住什么 你没记住 他跟我说 他跟我说就是 这科可以吃看看 那时候高一 就是一个林鸿德教授 他本来也做凯旋的院长 我知道 那最早的那个美元 对啊 对啊 后来就是 一个蔡席锦副院长 抽货 过去 我知道 再来就 那个郭什么 再来文鸿光 文鸿光较慢 文鸿光可能和你们接近 文鸿光是台大 我先对了 这个 一个 你们同学 不是我 刘明昌 那个怪人 刘明昌也怪人就对 我真不好意思说这广播 那怪怪 怪人没差 我们同学怪人很多 包括我也是 那都怪怪 我们一般的 有五个人做精神科 这破例是级物 以前精神科很冷门 对 所以我们一般五个人做 有这就 很多怪人才有在做这 那个时候 两种人 一种是 有兴趣的 他不管要去队一块 都没人挨的 只好来精神科 对 成绩不好 成绩不好 有的那种是 真的要说精神科 有一种是 你说的怪人 他虽然百科也 要求 但是他就愿意走 精神科这条路 对 院长就是了 你当时我有看你的车 好 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再来继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宗盛 You're always in my heart from early in the morning till it's dark I gotta see your sweet sweet smile every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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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没想到说他会招来精神科 所以你够要做兵之后你从申请开始 这个都是非常好玩的 因为我跟阿嬷那时候我阿嬷有弟的 我阿嬷说你要做精神科 我阿嬷第一个问题是想说这会向外团 这个喔 怕你以后有什么精神怪怪的就知道 他说这会向外团要怎么办 这老人家很精神 那其实我当时我自己我从小的志愿 其实我不是要做精神 我不是要当医生的 我当年我在雄中毕业 我第一个想要的是读动物系 动物喔 动物系 这也很多人有这种趣味 那我的志愿更奇怪 我是想要教会一只猩猩讲话 那是我最大的心愿 李医师我看你那七十个退休了 你会去动物园做精神科 我真的很有幸福 动物复动一下 对 因为我们那时候高中的时候 教生活教说 那个人 那个 那个 人缘跟人类的基因 有99%以上是一样 那为什么他没有办法讲话 说不定有可能 对啊 我也不知道 你有去看看 因为不管猩猩还是猴子 可能会说话 可能有可能 那就是不知道 就没人去做嘛 你如果有人去做 搞不定 有人去做动物的 语言学的那个 对 所以 所以我对动物的行为 我也很有兴趣 所以我的志愿 很多猩猩来 是喔 他们都会牵猩来 我都会 因为他们这些猩猩很焦虑 我有想会牵这些猩猩互动 猩猩真的会焦虑 对啊 有些很Nervous 他来的一拼一拼 所以你都要去观察 那有些人 经常坐在你的旁边 又要让你摸 这种就是比较舒适的 他比较寒冷的 OK 有些猩猩不是很焦虑的 很焦虑 我如果有些猩猩 我有一个影片 我来带给你看 那猩猩会怕我 都会用拖子那里 他都会卡着那样滑拖子 他就会吐不下去 对啊 都会用拖子那里 他也带到这儿是精神科诊所 我都知道 他知道 他不知道 可能他说 我都不想看精神科 怎么会带来精神科诊所 你这个医药将来 你能够找一个寿意来合作 他在看 那我们有嘛 那有一个林医师 是不是那个 有啊 有啊 有人在找那个寿意 那个林靖心啊 医师啊 不是他吗 他有在找我 他本来是医科啊 他早去做寿意啦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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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想这种人 他可能感觉看人 没想到干脆来看拖子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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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有 有这样对 所以当然 我们现在精神科诊里面 也有寿意治疗 有啊 那个 那个叫Pet Assistant Therapy 那个 余震宪啊 余震宪就是用 梅子在做马术治疗 马术 现在有那个 有 梅子会站梅子 可以 神经科改成也很多在用 他们隔夜的神经科有经历啊 那个关锐利啦 对 关医师他们就在做这个 对对对 你的马术治疗 那资料不错 像安宁病房 有宠物治疗啦 有那个宠物治疗师 有啊 他也能带宠物来 没有 根院长报告 我是第一个做的 那时候 这个 那时候我们在民生病院 所以没有一个病房 对啊 对啊 你对凯旋去支援民生 对 因为他们的生理不好嘛 对 所以我们就把他落楼包下来 我们就把他设一个 叫清新小器嘛 对 那个所在 我第一个 跟那个 那时候国内 要不成立协会 有一个 叫狗治疗协会 是哦 对 那时候我们就引进他们的狗 那时候我们争取很久 跟民生病院争取很久 因为狗不可以留在病院啊 但是你跟他说这是要治疗的 对 我跟他说这是要治疗的 所以狗都穿一件衣 上面都写Dr. Dog 所以他们就特别 狗医师啦 对对对 所以后来他们发展成一个狗医师协会 哦 所以我那时候也有参与 在台湾有没有人在做这个 这我是去Stanford大学二的 真的哦 对 你当时去Stanford 99年 哦 好 我们回头回来说 啊后来你们就申请凯旋医院的地方 那申请凯旋医院也是 也是很奇怪的 因为我不知道买对啊 因为我不是教育的 我买到你教育 老实说很困难 去教育嘛 不可以去教育 我就边看看 教育有什么精神科医院嘛 OK 啊我去凯旋医院很简单 我都不晓得这家医院 因为凯旋医院比较冷门的医院 对啊 那时候没出名了 因为我去的原因是 因为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吉利的 哦 其实凯旋医院 以前叫做高雄疗医院 高雄疗医院 你知道我知道啊 你申请的时候已经叫凯旋医院 那时候民国73年改制嘛 哦 我们高雄医院改为院侠事例 对 就要变成凯旋医院 因为都在凯旋路上 我不知道啊 空中的 听众朋友 你们年纪比较大的 就知道了我们过早开宣变医 实在是叫做 省立高雄疗养院 是 因为那时候高雄 要不变院侠事 是 所以是省立的 是 高雄疗养院 啊 创办的那个院长 就是叫林宏德 对 林宏德医师 他本来是台大 精神科学教授 是 啊让台大派来 去这个 省立高雄疗养院 对 那时候就是美养的钱 那时候台湾又有接受美养 是 啊拿这个美养的钱 来去这间省立高雄疗养院 我们都有看过院史 都有这些照片 啊后来 这个高雄疗养改制为院侠寺 对 啊所以这间生理便宜 都拔给高雄疗养 比作起立的便宜 对 那时候因为这间便宜 是在凯旋路上馆 对 所以叫凯旋医院 对 我是觉得这个名字很吉利 对 啊你就去申请就对了 申请也很出名 那时候我又去陪伴他做兵 那时候开船陪他 就办一个自强活动 OK 去陪伴他 所以我刚才在那 抹到陈明昭 杨宽宏 我就说我 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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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 就这样进去 对啊 那时候就 如果有人要做就欢迎了 对 那时候去第一个月 我记得很清楚 那时候我们是四合院 我感觉是一个很好的病房 你又有望到四合院 有 那时候阿湾 没有发生以前 对 我去我刚才 我坐在那里就有发生 那个就是当时设计的很好 这就是林宏德教授的时代 用那个美员去的 幼儿院 我觉得那时候的病房 设计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很棒 刚刚我进去第一个月瘦五公斤 是什么 因为我会怕 真的吗 看着别人怕就怕就对 我会怕 那时候林俊飞 我想说 我知道了 林俊飞是死了 他在抓你 他在抓我 在盘的时候 他没放你 你知道吗 他跟我说 你如果没效 你会问佛书 对 佛书有经验 对对对 因为别人要打人 还是要收钱 他们都随才 那时候是怕说 别人会给你攻击 对我们会怕 实在是没 实在是没 遮掘就没怕 实在是 他们比大家比较可愛 对对 我常常说 精神病人实在没有什么可怕 没有啦 一般人就是 对精神病人会怕怕 实在嘛 他们会怕 其实你说 说简单的 在精神免疫 怕死人 比我多 比较多 你跟心 你说这个 我如果在演讲 我都常常跟我的 听着问说 台湾只要多少人在犯罪 对啊 那要犯罪 那都是精神病人 对啊 不是啊 不是啊 正常人犯罪的 很多嘛 做不好的事情 是啊 尊重精神病人实在说 没条件要同事啦 没啦 大家都也很单纯 有症状的关系啦 是 而且是某一个部分 症状如果治疗 其实他们没那么差 没有啊 我印象很清楚啊 我记得那时候 阿扁抢击案发生 对 阿扁他分成两排嘛 医生给他分成两排 医生给他分成两排 病人也分成两排 虎书也分成两排 有人说这是犯罪的 有人说是症犯的 阿结果都在那边 那时候印象可能不知道 那边他都在完结 哈哈哈哈 那时候我还没来做印象咧 那时候我还在完结 然后呢 就大家玩得差了 要是终于有一个病人 他碰到时候都没在说话 他都密集在墙角 不要说我们这些是很严重的 因为都没要含人互动 结果有一边有很大声音 有话题声说 你都别差 这种要是专业的问题 有弹道分析家来分析 对对对对 结果这个人头盖是最清楚的 对吧 白人都很清楚的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你说 打什么做医生 你三个人说 快走 不吃饭就胃口就败了 没有就压力 压力啦 压力太大了 压力太大 后来怎么适应 因为我后来发现 我就是慢慢的 我就喜欢上这一个科 那我遇到的 像遇到院长 遇到几个老师 也都很愿意教我 这金城哥 游游 知道到底怎么会回事 大概民国九十年的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 Skylophania Major psychosis 大概就是永远都是 那一定的比例 可是在九零年八五年以后 我发现depression开始在增加 OK 所以我就比较focus 比较 我的注意力较转向于 去治疗 所以那一阵 我们会到处去 民生病院 去用一个病房 就是我感觉 精神病患跟 Major depression 不要跟他关他做会 OK 所以当时我们就去做 我这稍微介绍我们的 听众朋友 因为 刚才根心医师 有说到几个英文的名 他说Skylophania 这就是过去叫做精神分裂病 但是我们现在都叫做 思觉 思调症 思觉就是思考或者知觉 哪种功能里面 和思考有关系的部分 还是和地角 知觉有关系的部分 有出现症状 他刚才有说到 就是说 其实精神病里面 像这种思觉失调症 还是我们说的精神分裂病 这种比较重的精神病 是有一个一定的比例 其实人数不是那么多 还比较大部分的 像他刚才说的 他阻症 忧郁症 还是刚才说的焦虑 他说狗子的焦虑 人怎么没焦虑 对 还是说这个 对环境的色影 对对对 失眠 这种的犯质其实很多 对 这种的病人 更新的意思就是人家说 这种病人 在普通病院里面就有了 所以就说去民生医院 来照顾这种的犯质 还是说去社区 开业的时候 就会遇到很多这种犯质 所以他慢慢地把他的幸福 专业来对这个 尤其有务的犯质 因为我刚才说 是你后来好像有 特别针对这个忧郁的病人 你有去生立一个团队 还是专门帮忙 忧郁的犯质的一个团队 那时候也是有典故 就是那时候 在民生医院的清新小气病 病人我都困难得很好 我把三礼拜排满的课程 第一礼拜我叫做一年级 第二礼拜我叫做二年级 二年级就来带一年级 四年级就比较多了 四年级 因为我都给他设定四礼拜 各种课程 我们那时候真的做很多课程 不是说来都很高的 对啦 所以那种病人就是说 他学习能力又都有 都有啊 然后我发现四礼拜后 春雨后就是门诊 门诊就是五分钟三分钟 没有办法延续 所以当时我就在礼拜六 开一个读书会 开一个读书会 那请他们来 我就四礼顺便请他们吃便当 没人不来 所以缓价的读书会 缓价的读书会 这创局 对啊我一阵就是 他们都没来 我就说不然我出便当 做会吃便当 所以 提醒一个病人团 对啊当时很妙 就是会试公司 他发现说 你辛苦你自己出钱 拜托没效忍 阿哥出钱 他说他不用捐款 要给你们support 我说你不能捐款我个人 所以你的成立协会 所以那时候就是 会试的总公司的总经理 叫王文德 我知道 我这个人 他就用一笔钱 对啊就成立一个旺有草协会 旺有草 我记起来 对 旺有草 他就在开选 这个很出名的 对一个旺有草 犹豫防治协会 那时候我们在一楼就一个办公室 他就做一些咨询 对对对对 这咨询也很出名 因为当开始 人家要给你做志工 你什么也收了 OK 后来发现我们志工出了很多问题 OK 所以志工也会训练 志工好 所以我以后 我告诉我志工都会训练 两个十六点钟 更让他进入状况 更让他可以坐在旁边旁听 OK 要跟他听人 你就会 然后他就会去帮忙 对 我认为我转业会训练 我认为很亲密 有一个太太来 后来一个人来求助 他们的孩子是同性恋 因为他 他本身反对同性恋 他就跟妈妈说 你嫁来我阿公 结果他去来 就数落那个男生一顿 他们教训就对吧 对 所以那个案子让我想到说 开什么玩笑 我们这些人不分的那个海西人 我们核心但是做不好的事情 对 这就是说 你如果很热心想要帮忙人 但是也要有专业的地形 对 所以从此以后我们 有时候越帮越忙 越帮越忙你害人啊 对 你这很宝贵的经验 对 所以后来我们 你这个旺幽潮的团体做多久 在便宜 就一直做 做到你离开为止 94年做到我离开 我一百年离开六年了 你离开后这个团体有继续吗 有继续 但是后来因为我自己做的诊所实在是太忙了 所以我们在 但是我们后来变成是 因为以后 又忧郁防治 这有stigma 这有标签 所以我们后来变成 心理健康促进协会 所以你诊所了 你再改一名 我就改了心理健康促进 心理健康促进协会 这第一个范围更大 因为你如果忧郁 中医症就百分之五 轻疑症就百分之十五 就是百分之二十 但是你说要促进每个人心理健康 那就是百分之百 都可以参加 所以后来我们的策略改做 如何促进一个人的健康 就说我们要如何生活更好 真好 就是说 这个是后来我们就是所谓的 正向心理学 我们不要看到我们肉的 开始看到我们好的 好 我们再来听一段音乐 我再来继续请教林医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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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K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欢迎各位同学 听医生说看这个节目 我是丹英兴医师 共同的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在采访的 是林根新医师 这是一个精神科的 很出名但是很另类的医生 他刚才说到做兵后 就来凯旋医院申请 做精神科 开始的时候怕怕 这平人不知道怎么办 慢慢适应后 感觉这平人真可愛 越做越醋味 他不只有创意 所以这平人是有生日 这个旺幽草协会 就是 又把平人组织起来设施会 后来志工 又要把他困练就对了 后来他开拾 又把这个组织 并做说 心理健康的促进协会 这范围就很估计 所以你这个心理健康促进协会 后来参加的人 什么样的人都有 我们都收 我们一个读书会 其实就从那个时代 民国90年 我们去民生医院 我们一直都 现在都还有在做 这也超过10年了 不计啊 到10年到现在 我20年 20几年了 很厉害不及 不简单 所以这是来说 你也是有很多心的人 在这里带动 有啊 现在就是在我们自己的经测 后来我还移到企业去 因为企业也需要 但企业他们就是有钱 他们觉得这对他们有帮忙 当然 他们的心理层面的成长 人际关系的改善 还是说他们工作 效率的提高 这就对他们很有帮助啊 所以我们现在都会做这个工作 所以你现在有走入企业 有有有 我都去入科 有一些新创公司 我等一下可以举一个 你走最近去的 来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去一个企业 因为我们 比较一般的员工 我们就请心理师 而且我们是每个会谈 因为那个新创公司 没有跟他大五十个人而已 所以我们的心理师是跟大家都说一段时间 当然高管就我自己来 那我们跟高管谈完了之后 我昨天去谈的 前天去谈的五六个 后来我给他第一个 第一个 是换椅子 他的椅子不好睡 他的椅子不好睡 为什么乱 因为他们慢慢五个开始 十个三十个四十个 每个的椅子都不一样 所以整个环境就是乱的 椅子还不好睡 所以我就想到那时候 那时候育龙的老门 逝去严凯泰 严凯泰 他有一个策略 我一直都给他 为了要让他的主管 可以在电脑头上坐较久 想较多的事情 他把椅子往很好坐的椅子 让他离不开 所以这连做椅子也有学问 有啊 所以你要整个环境 就整个环境上的 去把它改变 因为我去看 我们是全部看 连他的环境 连他的 当然他们的互动 那高管跟低管之间的协调 那这个都是运用我们心理学上 我们很多学习到的东西 所以现在有一些军方的单位 其实我们也在协助他们 所以你现在已经把精神科的专业领域 扩级企业 扩级甚至各个行业 都可能会用得到 那这个也是要拜在凯旋医院 我当社区精神科主任 那时候我们去做经济部 在高雄那个加工区 因为有一些 有一些老闆 他就觉得他们的员工压力很大 他就希望我们开算便宜 因为我们要做职业卫生 是 我那时候就去 去评估 后来那时给我们非常大的教训 他准备 也是带一批心理师去 他们跟他们做量表 结果结果 这一人老闆后来 竟然用我们分析的东西 去fire病人 fire病人他认为比较不适当的人 所以那时候让我们走一个 他可以用那个去筛选就对了 他去利用我们去筛选出 比较方而不 比较 我们是要帮忙他 他用这一步来算他要的 所以我们就走一个 后来这个事情就 我们就不敢再做 那给我们很大的教训 所以后来我去保五总队 我那时候又开算 保五总队有一个特勤中队 那个组队就是 别碰的时候没事情都会筛选 可是他们一有事 就是很严重 就是大事 所以我们那时候 我就是他们的 顾问 心理的 所以我到现在都还是 警察局的顾问 因为我认为警察很重要 你在这方面都在帮忙 有 因为我感觉警察很重要 当然 警察你也很大 他们有酒精的问题 他们有家庭的问题 因为他们下班 就是都睡 所以有时候家庭的忽略性 也很高 所以这个都是我 那么多年来 我完全都没有离开这个feel OK 所以你算是做一个精神科的 开业的医生 但是你对社会 其他很多行业 还是领域的人 这个心理上的问题 还是他们的精神方面的帮忙 你都一直有在 从物有在介入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而不是我们 就是一个医生去治疗 那百分之五的 对啦 可能在那等人来 在那等人来 那不够啦 对 有的人他根本 他也没想到说 他这需要精神科的帮忙 几乎都没 他自己不知道 他自己不知道啊 尤其是 尤其是那一些 我们所谓的企业的领导人 高管 这些人他长期就是很耐压 整个在那边 对 他就很耐压 他很厉害 他做什么都可以 他不知道问题 你看我们现在说 那个高科技的在台湾 虽然替台湾贪很多外费啦 但是 他们的职业生涯 生命不重呢 对 15年 拼到四五十岁就要退了啦 因为累了 要太大了 就太大了 他的竞争力很重 对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区块 我们就是在focus在这里 然后我们有一个team 我们有一个心理师的team 里面有好几个博士 那其实我们现在就除了 因为健保公开刚才就是服务嘛 对对对 所以这都跟健保没关系了啦 这都跟健保没关系了啦 所以企业啦 你认为说这开始对他们有帮忙的是 他们是愿意出一点精力来支持 他们非常愿意 像我们现在去做的那个路科那家公司 他非常满意我们的 所以他感觉他开这些钱 他感觉很划算 所以你这个服务的模式 在精神科来说 也是开创一个新的领域 对啊 我们又是传统的精神科医师 没去想到这一块 也没去做这一块啦 其实 企业改革 如果需要我们这方面的帮忙 其实 那一块领域很跨 很跨 而且他们没去接到 因为对他们来说 对他们来说 有好想要紧啊 有好想要紧 这个老板就是这样 我们第一个约 因为我们首约是签三个月 OK 两个月的时候 他就要急着要跟我们续约 对对 他就发现说 这对他们有帮忙 对对对 他们就急着跟我们续约 很好啦 所以就是说 你有没有办法提供他们他需要的 然后我们很特别 你刚才有很多心理师 在跟你帮忙 有年轻的精神科医师 对你 走到这条路来吗 还没人想到 没人啊 我也很希望有人来 我希望 这个彩虹 如果有人听到后 说不定就鼓励了一些 我也很希望 有这种人来 因为我们现在 实在说 精神科医师 多很多 很多 我记得 我做的是 你中几盒 你应该一百盒以来 我四十几盒 我四十四盒 我是台湾第四十四盒 精神科医师 我四百三十四盒 你看 现在一千六百的 你看 一千六百的 都挂在便宜里面 他有那么多 那个重症的便宜 你看 开业很多 对 所以现在 很多年轻的医生 他就要离开大便宜 对啊 他要出来开业也好 但是开业 你如果只要看 那些很严重的犯质 实在说 没那么多犯质 给你看 但是 这个社会 还有很多人需要你帮忙 对啊 像我 就是有在想到一个 比如说 加到里面 也是很多人 需要精神科医帮忙 很少啊 对 我们现在加到里面 只有那种药引的 毒引的 犯人有够多 够多 那实在说 只有看他没路由 没路由 看他出来 他也是要再吃豆 看他看他出来 他也是又毒引 所以 这个问题更复杂 对啊 这是很需要有人去做 有啊 我杰心理所在做 有在做 有啊 他们 他们就是 每个 每个礼拜要24小 就是分配 你自己分配 五天24小 在里面 对 我也有在做 这我很感谢你 因为 我一直觉得 这社会问题 这毒引 对我们台湾社会 是一个 很大的负担 因为他衍生到很多家庭 经济 很多很多 他去帮忙 毒引 如果没借储 他出来又继续 就去犯罪 家庭就出问题 对啊 社会又被告 这样 对啊 我们人生又很多 医生 没什么要去 看这种病人 就 就 感觉说 那些都犯人 就不要插他 你知道吗 这社会没钱 对啊 所以 你们如果 像你们 有这么好的 在社会 可以帮忙 很多不同行业的人 这种 发展的模型 我觉得 对很多情形 还有少年 以前 是一个鼓励 其实这是很棒的 为什么 因为企业对他们来说 一年播个几百万 对他们来说 是非常的少 他们的英语的 一趴来做这个 就做不了了 我就说 用他们的福利金 播一点点 我们就做几年了 他们的完工 如果能够更健康 家庭 继续 他们很需要 所以我们outreach 我们不像一般的管顾公司 管顾公司就是 去买给他们激励 你们的效率 要好 我们都不是从这个角度 我们是要教他们 如何平衡 对 协调 对 因为工作只是你的 八个小时 一部分 其实你有十六个小时 扣掉睡觉 你的family 有没有好 所以我们会 involve到哪里 对了 那这样的帮忙 就会比较全民心 健康 这个是我们现在 在做的 健康 更是幸福 对 我们现在就是 都在做这个 很好 我感觉你开业实在很有意思 因为 我们以前的 前辈的可能没想到这 因为以前他先走 顾那个严重的就顾不负了 是 现在不是 现在多那么多了 清6个的 哦 台湾现在精神科医师 整个那么多了 你知道我们三民区跟左营区 是全台湾开业密度最高的 像失眠嘛 别人也有够多了 你刚才说 没想到只靠油 你用什么其他的方法 给他们帮忙 第一个你必须要知道 失眠的原因 那当然这是先找原因 第二个我们有 cognition 在处理失眠 OK 因为cognition 简单说啦 就是说 一个人 譬如说 假设你 睡不着的问题 你晚上就会想说 今天要好好睡 这实在是脑中的一个trick 就是说 你烦恼的事情 你不才会想到 所以你如果没感觉 你会睡不着 你不会睡不着 所以你会很好睡 所以就是 如果没有那个烦恼 就没有那个问题 对 所以他们都很烦恼 所以我们要去打破这个东西 然后床 床是他们睡不着的地方 因为这个会连在一起 所以我们就感觉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经常都知道 睡不着的时候 你要离开面穿 不是处理 不是处理 都要不处 你扭道理 因为面穿 都会睡不着 怎么做 结果你烦恼都睡去 对 烦恼都很好睡 你室都很好睡 看电视地烦恼睡去 朝一到处都睡不着 真的很多 那晚上只要一上床就睡不着 这是认知 认知 这是认知 所以我们要去切断这个 这个叫认知 你说到这里我就想到 我们今生科有一个 现在在新北市 有一个睡眠中心 白衣的 白衣的 我知道 什么 理性签 理性签 他专门做睡眠治疗 很聪明 他就做出他的特色 特色模式 对没错 没错 我们今天很感谢这个林根新医师 他上次已经有跟我们 专门之后 他精神科方面的 很专业的 分享 他上次又跟我们专门 他对精神科延伸 社区 社会上 气贵 甚至 病人的团体 这个志工 种种 他的国务的层面越来越看 这对我们的社会 实在是 真有贡献 我希望说 较多精神科的医生 尤其年轻的医生 可以像他这样 又开创很多 不一样的服务模式 让我们的社会 经测 可以更加健康 提醒大家 生化的品质 人生的幸福 不是只有贪钱 我们这个林医师 没想要贪钱 但是他也做得 很有成就感 对你做精神科 好像做得很有 有趣味 有成就感 有啊 这样很好 好 谢谢林医师 连算了 我们的拜 教训我们的蔡宏 希望空中的朋友 也可以 对他的分享 再去学习到 很多人生的努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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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院长 我的生活 by bwd6 by bwd6 by bwd6